好 停一下 我说一下 就是你刚才在接的过往中 怎么来讲就是 目的性还是不够明确 就是刚才你说的 就基本上只是说 把这球接上台为主 在这过往中其实你的成长的优势在于什么 在于你对方发球 你这个球是不是说很迟旋转的 并且你能自己去制造一定的一个旋转 首先从线上来讲 直线 斜线这两个线 你要是有目的性的 第二个旋转上就是你的速度这一块 发一个 你现在刚才都以斜线的这种飘的慢的 这种就多以这个为主 那么我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一个快的直线 看见没有 你这一块是什么感觉 就是我在早点去 骑着这个球去 拉过去的 你的重心这个话 必须要配合上去 不一定说很大 但是你的重心 膝关节这块一定有一个 往前顶 并且你的胯有一个 往这边去转 这样的一个劲 它不是靠你胳膊单独 这么去拉过去的 你这么胳膊单独拉 它是很不稳定的 发一个 如果说你是胳膊单独这么去 拉这个次元 它是很容易出去的 它非常容易出去的 正常去控 中间去往前下方 跨去往前去转 去控这个球 中间 看见没有 这个感觉出去的 再来一个 这个点一定不能太晚 早点 你本人常见你是不吃旋转的 或者这球 我可以撞击稍微多一点 看见没有 往前顶的 往前顶的撞击多一点 就你先发一个 你先说横向的比较多 先说 看 横向的比较多 正常去看 他比较飘 但如果说 对方 他的基本势力比较不错的话 那等于是个晚点的话 他是能够 他是能够上台的 那这时候你配合一个什么 配合一个往前顶 就是让他对于球的判断速度 没有那么的 长时间的一个判断 这几个感觉 结合你之前的揭发球的习惯 来配合起来 再试一下 你看你看你看 不是不是啊 你往前顶着一下 一定动作是小的 绷紧的 动作小一点 啪 点到为止 你不能远速这么 这么给他出去 卡住了 再来 这个点不一定非要走点啊 可以稍微等一等 可以稍微等一等 再来 重心重心上去 哎 这个效果还可以 你看这个球他过去的速度很快 比较这个球比较沉的 啊 然后这个配合一个 刚才这个重心去转直线 直线这个位置 你看 直线这个位置点就晚了 你直线必须要早点 你等这个球你过不去的 早点 早点 早点去转 早点 恨不得还是晚了 你恨不得球一碰 一一一一蹦抬的我就要去我就要去眼睛先走了 对 你看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时候 你往这边转的时候你的手 这块不要去往上抬 斜线距离长需要你这一块胳膊往前去顶顶顶的 直线不需要直线不需要你这么去抬的 现在只要你把重心这个位置压压死压住 你看你看其实我手上就这么一点这个动作 没有去这个手没有去往上去抬那么大的 只是我找着看早点 看见没有 就是这个早点 早点卡住 哎好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啊 你需要有点慌啊 对不要太慌不要太慌别着急啊 那卡住这个点 盯住球 好来再来斜线斜线去 往前抬的 往前我往前拉过去的 往前 对手往前拉出去再来快的快了 对非常好非常好 然后慢的然后慢节奏飘的来一个飘的 对再来一个飘的飘的你给中路给防守都可以 飘一点 哎很好再来 OK好你看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激发球呢相对来讲就不要灵活了 你那长脚的优势就可以出来了 啊后面再去多体会一下 跨去往前转去控这个球 注意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这感觉出去的 再来一个 啊这个点一定不能太晚啊 早点 你不然 你不然 尝尝你是不吃旋转的 或者 我可以撞击稍微多一点 看见没有 往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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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把重心这个位置压 压死压住 你看 你看其实我手上 就这么一点这个动作 没有没有 没有去 这个手没有去往上去抬那么大的 啊 其实我找着看 早点 看见没有 就是这个早点 啊 早点卡住 好